姨沙逼着我 给他结婚 亲像人逼婚 男人有了外遇不是什么新鲜事 可是没听说过当爹的 非要让儿子和自己的情人结婚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下不了 姨沙太天了 姨沙都女了 给了掺着他 所谓下不了台阶 那是因为父亲还有一个合法妻子 为了给情人刘云一个留在这个家庭的正当名分 父亲才让刘云做了自己的儿媳妇 等等等等 苏浩的解释似乎存在很大的漏洞 虽然明修战道暗渡陈桑 能够遮人耳目 可是和儿媳妇勾搭成肩的事 传出去可比有外遇难听多了 对于这更深层的原因 苏浩实在说不明白 他只知道 自从发现了父亲和自己媳妇的事以后 他的日子不好过了 我不是说 你啥叫孕走 他不是 我说我不养女 我说我要孕 同时被驱赶出这个家庭的 还有苏浩的继母杨云霞 愤愤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个苏浩在诉说自己的愤怒的时候 他那个言语和表情似乎总有一些不大对劲 好像他的这个愤怒不是发自内心的 那莫非他说的这些都是谎言吗 不是事实吗 又或者他的智力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这时候苏浩的表妹告诉记者说了 没错 苏浩他的确啊 这有点智力障碍 那么他所说的这个离奇事件 那是真是假呢 记者决定先去苏浩的继母家里了解一下情况吧 这位妇女就是苏浩的继母杨云霞 三年前他就离开了苏家 现在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住在一起 你跟他父亲离婚了吗 没有离 没有离 那你怎么出来了 就是他和他父亲吵架 他父亲说是给他找个钱 说是给他说的媳妇 知道不 后来你好 我一了解一听说 其实他不是说给他说个媳妇 的话就不用直说 杨云霞证实了苏浩所说的话 作为这个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他对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也了解得很清楚 三年前 他从东北老家探家回来 就听说了这件事 这些孩子们就跟我说了 说是怎么回事 你说的是妈 俺爸领家一个娘们 打扮得像个妖雷怪一样 后来他了解到 这个女人比自己的儿子大十岁 比丈夫小十岁 而且和丈夫还是老相识 因为苏海平口口声声说 这个女人是个儿子娶的媳妇 当时作为继母的杨云霞 明知有问题也不好过于阻拦 只是奉劝丈夫不要做出太过分的事情 可是这样的劝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那娘们和他爹在一个床上 所以让你问他 他擦起来 八夜时候门都拆开了 人家现在我怎么去告啊 孩子 人家说是儿媳妇 我怎么去告啊 我和谁去说呀 人家打着孩儿的旗号 儿媳妇 人家说是孩儿的儿媳妇 我怎么去给人家说 人家跟着老公去啊 我只有就让人家同身就忍下去 我只有忍下去了 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 说的是娶了儿媳妇 不要他老婆 往往年他老婆呀 说到苏海平的抛弃 想到自己当年从东北来到河南 和苏海平十七年的夫妻感情 就这样化为乌有 杨云霞痛哭失声 我付出了十七年 我怎么不爱情啊 我付出了十七年的代价 他今天带我这样 我怎么不爱情啊 都能给我披风呢 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不爱情啊 杨云霞的哭泣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寒心 到底是怎样的一段激烈 让苏海平抛弃妻子 哪怕背负乱伦的恶名也执迷不回 我们希望杨云霞和我们一起去找苏海平问个明白 可是他表示不愿意再见到那个让他备受伤害的男人 我们只好和苏浩一起去寻找他的父亲苏海平 就在赶往父亲家的途中 苏浩告诉我们 他第一次发现父亲和妻子有染时 两个人还感到愧疚 但后来就根本没有羞耻感了 这样丑恶的场面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十分钟后 我们来到了苏浩的父亲苏海平 才开着一家新店 苏浩我跟苏浩 又是新店 我不死了 我不死了 我们上车 Spin 去 苏浩的已经坟子我们出来了 苏浩的父亲避而不见 而此时琅琅已可 都到了另一个房间 我们迅速赶过去 苏浩我买到你 苏浩你有什么能不能冷静的跟我们说一下 玻璃窗内的苏海平显得很激动 听过我们耐心的劝说 他终于同意把门打开 让我们进去谈一谈 我们刚进门 他就递给了我们一份信息 这份协议证明了苏海平 和他三个孩子在经济上的关系 可是他与儿媳的不伦之恋 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跟那个女人是介绍给他的吗 不服 你跟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 杀巴也没有 杜子关系 杜子关系 你 想爱人 让个我 不证人 男子还大大过来 都不信他 结果分之后 你跟儿媳妇有没有发现过不信他关系 哪里没有关 你不立即再信我 这种这样的情况 你一直不能立即的 还没等父亲详细解释 到底是怎样的家庭情况 苏浩就和父亲开始了激烈的争吵 我需要多点主持 给他娶娶娶娶娶 你不可以信我 谁家别看 人都要是 给你 给你 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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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出的 你怎么出的 杜子之间 找他不可开交 我们只好先把他们分开 单独和苏海平交谈 可是谈话还没有开始 就有一个人闯了进来 开始嘴唠拍摄 他说自己是苏海平的侄子 对他家的事情了如指掌 在说妞的时刻把串 溜串也不中 就都说一样 怕贾三摸到胖才收留 按时他不可才造来我 造不造啥意思 就是以命意 是这个道理 关过来亲王下 按叔叔跟你说的 关过来亲王下来说 就是说 杜子之间给他自己找 哎呀 就不是给妞找的 他不办得有结婚证啊 你算是办呢 我跟你算是 我算是话来说 别说了 别说了 苏海平打断了他这个侄子的话 他没有想到 来给自己解围的侄子 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当然更想听一听 他本人的说法 他一直在说 您跟他学的媳妇 有这种好事 他私有不错 私有 没有点关系能跟他过 他在那一天一分钱 没人整 啥的办法就先跟他过 不是问了 看到了 有口饭吃 我咱俩有这种人 我咱俩看过 我说他要问 我这个男子 有多少个人呢 你那意思是 是为了孩子 你才跟儿媳妇有什么关系的 不是我赞助你 反正什么 我这大估计有多少 我做不了 我这一切都做不了他 他反过来 他妈的 他以为我啥都不通 他反过来 反过来就在过那 就在过那 他不是这 他这个老婆了 从他弄子的18岁 达到18岁 事件他没 而自己也可以经常和情人在一起 他就算脑子有问题 智商有问题 但是他自己的尊严没有问题 你不认为他跟你说什么样的 可以 你就说这种事情上 你觉得自己做的 是也有一些太好的事情 是啊 苏凯平承认自己的做法不对 那么对于刘云 依然留在这个家里 他又是怎样解释的呢 离婚之后 离婚之后 这个云还要继续跟你说话吗 你让婚 我云想想是在这 另一大忙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 如果苏浩也不愿意云 继续留在这个家 你还会让云在这儿吗 他不愿意他就走 他知道说一声不愿意 你说云自己如果不愿意 你如果知道不愿意 你再跟这个家 他就可以走 或许是意识到 自己这做法的确有为常理 苏凯平表示 如果儿子不能接受这个女人 那他会让情人离开 那么苏浩最后会做出 怎样的决定呢 父亲真的会让自己的情人 离开这个家吗 你现在还想不想让云 在这个家里待着 不想让云怎么办 分我 有了苏浩的答复 我们马上告诉苏海平 可是没有想到 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他 现在竟然反悔了 他们就占领 他们就占领 这个家里 云捉过后 他们就占领 任何人来过 他都没有占领关系 一大兜 为了魂 我一大云 走走 他走不走啊 你干啥事了 这是我的家 一大兜 你先来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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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两个走 一大兜 你没有占领 你是 云进 他进到家门的时候 不是以 跟他结婚的名义进来的吗 是啊 他现在已经离过婚了 牛也不在这了 他在这住不是 他在这我丢人做的事 老公公 我丢人你不丢人 你呀 别说 记住了身家 上天天都 啊 你上天都多了 打钱时间 洗干涉多了 你看这身家的 说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他敢咋说咋说 你去看见了吗 兜中啊 我咋 运国归了的 他也一大步的国 转后会 不 那你连婚女就算了 他算了什么 你现在不好 你连婚女就算了 你连别人 你连婚女就算了 你不跟着 你也不就多了 你怎么出去 国家就不就多了 丢人啊 你丢人你怎么呀 你把他丢人 你又不先丢人 也许是父亲的出而访而激怒了苏浩 父子二人再次吵成一团啊 恼羞成怒的父亲再次把这苏浩赶出了家门 也许苏爱平知道自己犯下了错 可能这已经是众叛亲离 名誉扫地了 但是他仍然不想失去自己的情人刘云 在他的内心深处 对于自己那合法妻子杨云霞 难道真的是一点留恋都没有了吗 苏海平认为 他和杨云霞早就没有了感情 而现在苏浩对自己有这么多的怨恨 也是因为受了他的挑唆 所以对他只有仇恨 没有旧情 此时我们才明白了 这场家庭丑闻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不想给妻子分家产 所以苏海平不和妻子离婚 没有离婚就没有办法给情人一个民主 为了让情人名正言顺地走进这个家庭 有屈辱也有愤怒 你看着苏浩 最过的悲恨我们感觉我们一阵悲恋 当情情不在 他的未来又在哪里 结果播出前 我们接到了刘云打的电话 对于这个离奇的家庭 对于这个离奇的家庭非常混乱的情感 好 有愤怒这一步最新的事 我就是说我无法认识的 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做的就是那个老包生意 你看我父亲不是做那个面积生意 他就是这个老包有关 是因为这个做生意这样认识的 会骗就像你他说的有这种事情 我也不骗你 他说这样的事情就是有这种事情 但是从结婚以后 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 我在这家里我没人说 我是第一次在这家 我并不是长久在这家 我一个女的在一个人生 我刚刚刚在那儿刚在那儿 如果我一担心你 我自己能自己生活了呀 我生活能力了 我就不在这家了 在苏海平看来 自己扮演了这样一个丢人现眼的角色 这也是万不得已 因为一段名存实亡 而又无法摆脱的婚姻 因为有一个无法安置的婚外情人 也因为有一个娶不上老婆的傻儿子 所以这么一场有备于伦理的家庭丑闻 就这样发生了 可是他能不能反过来想一想呢 在和杨云霞17年的婚姻生活当中 他自己又忘记了一些什么呢 而对于那个智力残缺的儿子苏浩 他作为父亲又给予了些什么呢 93岁老人 捐资助血